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几分钟教会你弹唱百首流行歌曲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 只用五分钟就教会零基础的你 弹唱百首流行歌曲 万能和弦 为华语乐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流行音乐作曲大神 最常用的几组和弦当中 有一组特别适合零基础的朋友们 学习弹奏 而这四个和弦 我们分别就命名它为 万能和弦 一共七个数字就能组成万能和弦 首先 我们来认识一下钢琴键盘 有两个异组和三个异组的黑键 每两个异组的黑键的前一个白键就是一 我们给这些白键依次标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下一组依次页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只有白色的键哦 第一个用万命名的和弦应该怎么弹呢 我们先找到数字一 大拇指放在一上 中指隔一个白键放在三上 小拇指再隔一个白键放在五上 三个手指一起弹就行了 学有余力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可以左手同时在低音区弹一个一哦 下面我们学习能和弦 这里只需要把最后一个数字改成六 三个音一起弹就可以了 指法是大拇指放在一上 食指放在三上 小拇指在六上哦 左手也可以弹一个六 用和代表的和弦 只需要把能的数字三 改成数字四就可以了 指法是大拇指在一上 中指在四上 小拇指在六上哦 左手请弹奏一个四 而最后一个代号是弦的和弦 就需要朋友们认真听讲了 请先把大拇指放在七上 再把十指放在二上 小拇指放在五上就可以了 左手请弹奏一个五 针万能和弦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右手每个和弦弹四次 就能弹唱无数首流行歌曲 我们先来试试菊花台 只要按照万能和弦的顺序就可以正确地弹唱了 其他的歌曲也是同意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想想象着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 睡着的大提琴 安静的久久的 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 我懂我也知道 你没有舍不得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他的青春留下 留下来的散文诗 多年以后 我看着泪流不止 而我的父亲已经老得 像一个影子 万能和弦居然真的可以弹唱 这么多好听的流行歌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歌曲 都可以用它弹唱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发现更多的曲词哦 时侯